恭喜你 Bendito Yay 喂喂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 6月27號 大家 morgen深愛香港國家 大家都知道 《東方日報》是反中大旗首之一 即是中環那件事 他有份報道 我不是說他有份策劃 賣麵粉賣到中環是不行的 尤其 這麼近這個禮邦府是不是 車又有了 啊 槍又有這麼厲害 雲咸街的意象 那個咸字就代表著周圍都是 而那個雲字 遮天閉月 周圍都是雲 臨近7月1號 啊 總有眾多這些這樣的意象 為什麼呢 到底是人為啊 還是是天意 阿餅強要好好處理啊 還是他拍了去 什麼現在裡面說 集落理想 黑強主政啊 是不是 他可能聽得多啊 所以就拍了去強馬房那邊 不奇怪的 再加上 嘩 竟然將珍寶海先芳 將龍耳沉落海 是何居心 萬曆十五年 滿朝文武百官 啊 再不能去珍寶海鮮坊上面上朝了 哈 搞笑買 都沒得你叫啊 哈哈 好了 今回 我們來看一下 東方日報啊 啊 又找到些什麼資訊 這個是 是他至少真確過這個屈永賢先啦 啊 屈文記啊 是有他自己那個目的的嘛 公信力第尾 那但是東方日報那班呢 應該賺食的而已 但是就是最合一堂 讓大家知道共產政權是多麼不堪 共產政權即將要倒台 東方日報做得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學講師陳偉強 他一直都沒說過 但是上回又和大家找到他的真正身份嘛 原來是那些持續進修各樣的那些講師來的 哼 山板衝炮艇 差在啊 還沒拿起個師頭在那裡沒有師的 那但是呢 不要緊要 這位是大學講師陳偉強 最近一篇文章 《橫味冷康專欄》 他又說到了 香港人只能自求多福啊 一句說話一錘定音啦 是不是 那當然 香港人都有很多個面貌的 他是說著聚居於屯門的香港人 屯天元一帶先的 他是這樣說的 早前 特區政府就耗費了1.5億了 有那套大家都收到Message 是不是 緊急預示系統啊 但是 加下屯門那單緊不緊急啊 又有沒有用啊 真是有用 真是緊急的 因為那些人知道啊 沒有電就不回家住的了嘛 可能去暫住酒店各樣的了嘛 回去又是一程車錢 還要大家一起走去訂酒店 免得就失事 那結果連應變都應變不到 更何況走回家的時候啊 你說 嘿 他們都不用回家的啦 你都停電了 不一定 人家可能都要摸黑啊 去拿一些財物啊 打點一下那些東西啊 又或者不要浪費 拿著雪櫃裡面的東西 去朋友裏弄了它啊 這樣的嘛 你早點通知 人家早點好預備 有些更慘 就是可能晚上的時候呢 打算去玩一會兒 10點11點摸黑才回家的 哦 結果你沒有通知到他的時候 打算回家休息的那些人 回到去啊 沒有點怎麼休息啊 食物都沒有啊 陳偉強是這樣說 6月21日 新界西北區停電啦 這種情況 重點 近數十年來 未曾有過了 重點中的重點 而同時間 辣到自己就什麼的啦 就好像那個應得區而已嘛 浸得好浸得妙 在廣東啊 喂 哈 看一下先 有沒有水啊 樓下這樣 陳偉強 原來沒有電的時候呢 筆者 就是他啦 B-U-G 筆者 那他正好身處該區 突然四周七黑一片 因為街燈都關掉了 他這樣說 我又不會challenge他 就連交通燈都關掉了 咦 真是 路上的車輛要互相打燈時矣 咦 你有沒有街燈都要的啦 不是的嗎 打左燈打右燈那些 這句不關事的 騙稿費呀 這傢伙 在十字路口呢 就要彼此協調才可以平安洗過 那我推斷當時呢 他是駕駛車的 但是啦 為什麼會停電 大部分人仍然亡言無知 哦 即是他是催促這個中電交代 因為呀 手機訊號中斷了 哦 是屯門居民亡無所知 想致電查詢電話打不通 是哦 沒有了訊號的哦 想不到 約朋友都約不到哦 那直情不要走入該區哦 那緊急警示系統就更加有作用哦 對哦 這次團天元事件原來裡面這麼多的 其實有什麼東西的啊 當時香港新界的西北區域 啊恐怕啊就不會比得上這個烏角好幾多的啦 那他政治不正確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哎 探慣啊 這傢伙 哪有得比才行的啊 就證明這些人是毫無同理心可言的 那個perception本身已經不行 好了 陳偉強講到 哎 還為人師表呢 不過是這樣的 現在個個都是這樣的 就是大學那邊 你知道好像VNS那樣就行了 普通話Sherbujan English is bad 但是只要你對上級 啊 就是拿塊鞋布出來 抹呀抹 抹到會反光的時候呢 你就升遷的了 總之沒有得托手爭 陳偉強這樣講的 你如果期望 特衰政府 啊 就會靠個緊急系統 提供資訊 最低限度的 跟市民說回究竟發生什麼事的話呢 好啊 你對著手機 任信全無哦 到底什麼事啊 之前不是緊急系統運作得很好的嗎 通知了這麼多位 啊 滴滴滴滴滴滴 什麼事什麼事 沒有事發生 啊 那今回 喂 這麼大件事哦 你應該有系統啊 是不是 沒有 什麼事 電話快沒電了 還等不等好呢 這個訊息 你掙扎緊了 我都想知道什麼事的嘛 打電話給朋友 沒有 上網 沒有 什麼事 周圍漆黑一片的停電 停的範圍是幾大啊 停的時間是幾長啊 我都要知道才行的啊 這樣咯 陳偉強說到 他認識天地會的一對夫婦啊 在天水圍區 天水圍啊 天字第一號啊 帶著一個剛剛啊 滿月啊 滿周歲的孩子 不是滿月啊 滿歲 一定十分彷徨了 彷徨就不會的 但是兩夫妻要籌早一下 籌備一下 看看第二天上班 各樣怎樣去聯絡 這個就真的 香港人最緊要上班的嘛 所以當時在團天園裡面呢 那麼多人的心目中 就只有一句話 明天怎麼上班啊 這個我都挺好肯定啊 老闆找不到我怎麼辦 嘩 強制停工啊 陳偉強就說了 他心想 反正在附近 搭輕鐵過去啦 看看有什麼要幫忙 哦 即是他認識那對夫婦 可能他的學生啊 不知道是不是 輕鐵洗字半路呢 網絡通訊終於偶爾能夠恢復到啦 所以就去東網 嘩 不忘宣傳一番哦 大家認識得到啦 鞋友的本領 立即上東網細看 才知道停電是什麼一回事 哼 這樣都要做一下宣傳啊 真是 這麼難搞 去大學那裡沒得搞嗎 Anyway 神奇的一點就是呢 他說他認識一對夫婦住在天水圍 那他怎麼知道天水圍那對夫婦要他幫忙 去到的時候又怎麼聯繫那對夫婦呢 這個是我想知道的哦 你說沒有息號沒有訊號的嘛 他走進去又能夠幫到些什麼呢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他們是扣過什麼去通訊 現在沒有什麼人有Landline的啦 是不是 不知道啊 就是那條固網電話線我們叫做 那些Terms很難的 電話線就是電話線啦 又有固網 那你有固網就是有些是什麼呀 靈網啊 很靈活的那些就是靈網啊 Anyway 那對夫婦又住九樓 所以呢 去到之後說很神心哦 爬樓梯上去我也是那句啦 那我估計啦 那對夫婦呢是有Landline的 就是有固網電話 所以打得通給他 當時邊走邊想啦 好彩住得不高 如果住在二十九樓的話 哇 那不是拿他名 錯啦 住二十九樓的話 我相信他不會走過去 這個陳偉強嘛 那但是你一定是這麼想的 因為你已經走緊了嘛已經 肉錘砧板上 走走走 哎不是九樓啊是二十九樓啊 固網電話打給他啊 不過我不知道他怎樣接通啊 除非他有walkie talkie 好神奇的這件事我經常覺得 他去到八樓的時候呢 現在就聽到嬰兒的哭聲啦 這麼厲害 可能是因為酷熱難當啊 因為停電 所以呢 孩子呢 就哭啦 因為網絡中斷 所以去到時候 那對夫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本來啊 還想出門啊 整家人呢 就投靠居住在屯門區的父母 陳偉強就說到了 他連忙攔住 跟他們說屯門很多區域都停電 一動不如一靜 那他去做什麼啊 他去就是動的了哦 就不是靜哦 他動 去看看人家有沒有動靜 然後勸人家靜 OK 還有似乎啊 根據剛才說的任何東西啊 他好像是不請自來的哦 這傢伙 什麼事啊 唯有安心等待電力恢復啦 這件事好笑 為什麼啊 因為我聽到呢 有些人最擔心的就是啊 他們的電話就來沒有電 就來沒有電的時候怎麼辦啊 沒有得掃安心程式啊 對哦 守規矩 那大學講師 就是那個持續進修那些啊 掛羊頭濫於沖素藍角先生 那陳偉強就說到了 時次的親身經歷 令他明白 遇上突發的事情 希望政府幫得上忙的話呢 哈哈 香港人就只能夠自求多福 是不是都只能夠自求多福的呢 有任何的事情 什麼港鐵各樣那些 由於他們跟政府談好的了嘛 大家就會見到 錢就照修理 而且越來越貴 服務就越來越差 機件就越來越壞 有事起上來的服務就越來越 不得恰當 一個由香港淪陷區啊 即是97年以來啦 已經25年了 由宗主國大英帝國首宗淪陷了給他 然後經過了25年之後啊 那大家見到了 金飛色比啦 珍寶海先方都尋埋 而且你遇到的是一個 喜歡解決 提出問題人士的一個政權嘛 所以 有能力的就盡快走 沒有能力的 就積聚自己能力 再盡快走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